欢迎收看9月14日的试说新闻栏目 我是主持人王若然 苹果工程师 精算师 在美国是多少人羡慕的职业 但处于事业上升期的90后华南 Ian和Eric 依然放弃已经工作五年的高薪职位 选择成为全职YouTuber 在经营频道两年之际 他们的境况如何 未来又有哪些打算 试说新闻团队采访到两名频道的主创 为您独家披露 The Doodoo Man的幕后故事 哈啰 大家好 我是The Doodoo Man 我是Eric 我是Ian 就这样 还不认识我们的新朋友 我是Ian 我是UCLA机械工程毕业人 毕业之后呢 我是在科技业力资当工程师 也在苹果当了五年的工程师 我是Eric 我是UC Berkley 经济和统计 宋主修毕业的 长期以当一位精算师为目标 花了七年的时间 终于在2019年 达到我的精算师执照 我之前在苹果一年平均赚 大概25万美金 那这25万是全部加在一起的 体型 bonus 跟stock 不过他们在2020年辞职 放弃稳定高薪的工作 选择成为全职YouTuber 两人创立的频道 The Doodoo Man 截至2021年9月份 订阅人数已经近40万 部分影片的播放量超过百万 许多观众看到这里一定想问 他们成为全职YouTuber 又小有名气 他们现在的收入会比以前更高吗 其实根据伊恩和Eric透露 他们目前的收入完全达不到 从前做苹果工程师 与精算师时的水平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放弃高薪稳定的职业呢 我其实在2019年 其实我在苹果工作了 总共5年嘛 那在4年之后 我在2019年 其实遇到了一个很大的车祸 然后那个车祸 其实我真的是可以 离开这个世界的 然后很严重 就是被在高速公路上面 骑摩托车 然后后面被汽车撞 然后是半夜 那一次就是命大 真的命非常大 医生跟护士都很惊讶 就是我只有脊椎性骨折 然后其实是算轻伤了 虽然听起来蛮恐怖的 对 那一次之后就让我思考 觉得我这个命捡回来了 是不是应该要过得更有意义一点 然后我是不是这辈子 就要在苹果当一个包装工程师 还是可以提供更多东西给这个社会 那当初的我在2019就 其实也不知道干嘛 只是一直在想 我想要做更多事情 我就是觉得我这减怀的人命 不能这样浪费掉 然后在2019年的那个暑假 Eric你就可以接下去讲 对 就是我是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 但就是我从大学开始就一直在努力 搞我的精算师执照 就这样花了七年的时间 终于考到的时候就觉得说 我花了这么多时间 这是我不想做的吗 虽然就是说如果要我做办公室 这确实是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份工作 但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旅游 但是在公司给的假期有限的情况下 我真的没有什么时间去我想去的地方 就刚好在那个时候在圣地亚哥 我们有聊到说 对未来人生的规划 就当下也觉得说 有点被关在一个融资里面 就是刚好两个迷路的人 就是突然聊开了 然后就决定一起做 同大多数做YouTube的创业者一样 Ian和Eric在初期也遇到了极大的挑战 他们早期经营的频道 花费50小时制作的视频 却只有三四百的点击率 而订阅少点击率低 意味着从YouTube赚到的钱基本为零 而且频道不火的日子 也不是一天两天 而是持续将近九个月的时间 面对这样的困难 他们又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 那时候其实我们心里 就已经有准备好了 就是你不可能 而且也不希望第一支影片就成名 就是就红起来之类的 因为我们都已经知道 我们就是要慢慢做 就不要去管观看或者是订阅量 就是你要告诉世界的讯息 你知道慢慢做就会有人看到你 所以刚开始虽然观看量都很低 可是我们不会去 我至少不会觉得我们那时候有在乎观看 就是每一个影片就继续做继续做 对 我觉得主要是我们觉得有趣 自己觉得有趣 然后有达到我们的标准 我们就绝对可以了 就是我们是我们喜欢的内容 那观众看到的话最好 那没看到的话我们也没有太沮丧了 两位年轻人辞去西谷的高薪工作 一心搞内容创作 当一名YouTuber 会被许多家长认为是不务正业 Yan与Eric的父母也不例外 他要辞职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太能接受 如果他care这个职位的问题的话 他就不会想要辞职 最后我也想通融 因为其实他要做这个决定 对他来讲应该也是蛮难的 那我想说他也长大了 那他既然做了这个决定 那你就要为你所做的这个决定负责 对我们来讲 我们一直觉得YouTube这个东西是一个热度 它能不能持续 我们未来很难说 因为这种东西是一个一种冲动 一种热度 你们的这种热忱可以持续到多久 我不知道 这也是我们担心的地方 到现在收入跟支出有没有 他之前是跟我说还不行 后来前几个月我上台北的时候 他有跟我说稍微打平了 这两天我又看到 哎呦接业配了 我心里就觉得 那应该是会越来越好了 两人合作快两年多的时间 为了满足每周至少出一则视频的规定 几乎两个人天天都在一起 两人坦言 每则视频的筹备时间 大约是在50个小时左右 策划与拍摄往往耗事较多 因为对视频的品质要求较高 还会注意各项细节 就是讨论标题 有时都会用掉一个小时的时间 尽管目前一周只做一则视频 但因为对内容的高要求 两人也会常常碰到构思的瓶颈 为了解决这个困扰 两人已经开始扩大团队 让更多人加入 一起将跳突舒适圈 有梦就追的精神发扬光大 团队目前已经有五人 将来如果还能招到更多人 会考虑提高视频更新的频率 从每个月四则 提高至每个月五六则 两个人还透露 未来除了经营 The Do Do Man的频道外 还将透过不同的管道 例如Podcast等分享理念 Eric与Ian 接下来分别在北加州的湾区 洛杉矶 拉斯维加斯 东岸等各地旅行 企划接下来的YouTube内容 待疫情好转之后 两个人还会前往其他的国家 以便创作出更好的内容 以上就是今天事说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